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比 因为我们第一局 职业选手是败于下风 看看第二局的时候 我们的职业选手能不能扳回一城来 也可以看一看他们的英雄选择 因为第一局的英雄选择有羁绊在 也比较好看 而且Kerman是以操作著称的 虽然说同时也是在打野的位置上面 因为我们历来在讲solo的时候 一般可能会主要看上单和中单 这个应该多多也是有同样的感觉 对吧 两个单人线 两个单人线 什么你是玩AD的 你是玩辅助 你是玩打野的 可能就要沦为另一个T队 是 但是这位选手他玩的都是战士 所以而且我们刚刚其实在赛前的垃圾画里面 也看到了大家对打野这个位置有很大的恶意 包括辅助的位置这个位置 对吧 所以说要看一看能不能证明一手 左边这位选手 我记得刚才在赛前 预录制的画面的时候就非常的活跃 蛮王和沃利贝尔之间的战斗 刚刚不是还跳舞来着吗 确实 好 两个人双焦闪现 一上来就绝不后退 听说你有 怎么虚弱也焦了呢 我话还没说 我说听说你有两个招式技能 我现在只用一个 好 现在没有人 好像没有招式技能 对 没有一个人有了 但是这前期拼起来我感觉蛮王攒不了怒气 这狗熊就上来就拍你 对啊 这怒气饱宅啊 看的我都要怒了 哈哈哈哈 算了双焦的还是比较少的 我之前没见过 这种拼起来的话 狗熊前期会占很多优势的 嗯 但我有点想起来曾经的那个 全民心上的裸装补兵 哦 时光记得吧 好像有印象 你看现在蛮王他就吃不了线 只能吃这种回对线慢慢 刚刚说你还心疼我吃线我快死了 哦 这样呢 哦 这样呢 我没有招式技能 哦 对哦 狗熊一会儿 对吧 突然过来拍你一下 哎 哎 哎 这预判到了 哈哈 狗熊说这不赖我 这是我脚底也放的 嗯 你凑过来 尝一下AOE去浅浅的垫一手 因为狗熊本身在solo的时候 他的这个对拼啊 对号能力就很强 嗯 自己又回复有盾给你打这种无伤消耗 又有一定的AOE推陷的能力 这我觉得蛮王总体上 这场比赛是很吃亏的 而且你说到这一点我突然想到 之前我在看平台上的solo赛的时候 那当时也是很多的高手报名嘛 其实在当时大家打的都是单人线 嗯 然后里面的选手 有很多都会选择狗熊这个英雄 哦 确实啊 那单挑能力确实强啊 数值也很不错 好啊 一上来就各种 把四个召唤式技能全交 这就意味着什么 就是我们这把不要召唤式技能 没有撤退可言 我我以为你要说另一件事情 就是总有一个人 会先用召唤式技能去阴一手 哈哈哈哈 总有人不讲武德 不讲武德啊 但目前看两位选手 这个武德水平都很高啊 嗯 很守武德 对 那狗熊就一直压制 一直磨塔 一直消耗蠻王 看蠻王到五级 有没有 然后万万没想到这局终结的方式 是已推掉了第一座防御塔 是啊 那蠻王真的过得很惨啊 你看啊 他就是一直放异技能 我给自己刷盾 然后徐消耗你 嗯 你来过来咬你一口拍晕你 蠻王一点点反制空间都没有啊 还不停的A着不灭之物去消耗蠻王 还A着你防御塔 就发现蠻王只要出门超过一分钟 他的血量就会到一半以下 是吧 是 他只要想去摸那个兵 狗熊就摸他 对 所以你看这四个招人的技能全焦 其实最亏的是蛮王 嗯 大家伙都光脚都不穿鞋 那实际上狗熊是最开心的 我数值比你高 让我们猜一猜这个虚弱什么时候焦 呃 是不是得闪现赚好一起焦完 啊也可以 他俩好像是商量好 想不证是吧 对嗯 真商量好的 双焦一定要双焦 对 DF二连就二连 好的有人先回家 先回围境 小凡甲做出来 哎呀 听说你想奶 哈哈 哦反正今天看了两盘 咱们手游的solo 嗯 我是大掌见识 大掌见识是吧 我大掌见识 哦 但是咱们这边其实是不建议多多 下一次在solo的时候 先把招人视镜交掉的 哦 就比如说这样 哈哈哈哈 哎 蛮王总不交 坏了坏了 哈哈哈哈 你在留什么你在你在留 留有后手 你看看小减头他在下 好啊 这次想利用照玩之技能的优势 给你套上虚弱打一波 好像有点砍不过 真砍不过兄弟 嗯 真砍不过真砍不过 这很难平 很难平很难平 这个英雄属性上差距太大了 老头 这还是开始狠塔了 对 这还是领先虚弱的情况 两口 三口 你看这打塔速度非常快 嗯 所以说退到防御塔 来终结比赛的 这个可能性其实是 非常容易的 是的 一个不小心 现在塔已经直升1500了 呃 防御塔表示我家主将也守护不了我呀 我家主将 我家主将好像比我还惨了 主将领先招式技能都打不过 对 而且狗熊出装也是父亲背心 啊 父亲背心加上布甲前 马王砍他根本砍不动 砍不动一点 还有个小布甲 哎呦 主打的就是一个 步步高升 呃 入中能辅出 好 这什么情况 哈哈哈哈哈哈 好 马王过来摸狗熊一下 又来了又来 这次要反打了 哎呀 你摸他一下鼻子好痛 对 马王说我让你回还不行吗 折磨 有点折磨了 嗯 也不知道这个 马王和狗熊这种 英雄选择方面 两个人有没有沟通过啊 呃 至少从召唤师技能上来讲的话 看起来像是沟通了的样子 看来是有一些简单的沟通 是吧 坏了 那边守望者铠甲了 这边破败 嗯 不过有一个 要火电腰带的话 不知道能不能 那有些 但是看起来也不太能 看起来很难啊 我跟上你 我也打不过你啊 是吧 好 这狗熊现在异口 蛮王就是 鲜血之流 陈妃做不到呀 哎呀 防御塔中 你再不 好直接要拆塔了 好好好 凯瑞曼也不给你任何反击的空间 三人无血 八十线 他又想杀你又想摸他 他想跟你玩一会 杀人还要珠心蛮王 叫做虎剑腰带 自己直接开起大招怒后 狗熊甚至原地 挨死了一下 他要跟你玩到底 太过分了 凯瑞曼 他太过分了 你是要拍人还是拍塔 蛮王现在已经不想玩了 他说你走我就拍塔 你来我就拍人 哎呀 折磨折磨 好好好 凯瑞曼好过分 太过分了 这个就是两条死路 你走哪一条 是的 你过来我杀你 两条命结束 你不过来我拆塔 一个塔 结束 不行不行 这个 生无可恋 真的看到我们都生无可恋了 嗯 全都握紧了 是 握住了自己四十米的长刀 嗯 好那现在 职业 输一场 然后又赢一场 嗯 挽回延面 挽回延面 前前挽回一点 前前挽回一点 哎呦 这个比赛 反正我看完两局 首游的SoloTi 哎呦我这确实 缺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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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局 哇震惊怎么是这样结束的 第二局 天呐 这可以这样结束 还能这样选 哎呦 选出蛮王之后 对抗狗熊确实差距太大了 但是你不要因为这一局 就对蛮王这个英雄 产生什么误解 我现在已经对他有偏见了 哈哈哈哈 这英雄还是可以玩的嘛 已经有偏见了 嗯嗯 但是不建议在对面 是Kerryman的时候玩 嗯 对面是反正狗熊 太欺负人了 确实嗯 尤其是最后杀人还诛心 还诛心 嗯 蛮王自己 就没有柔和一点的方式 对就是你看蛮王冲上来 砍狗熊 那是狗熊 甚至原地S厉害 他等了 我记得应该是有两次 对 就等了两三秒吧 那种感觉 嗯嗯 蛮王那个刀都砍盾了 都砍了 砍了都豁口了 我们经常说的是 这个射手的弓都拉断了 对吧 因为通常这句话 是形容爱惜的嘛 嗯 刮杀刮不动了 对刮杀刮不动了 很少能够看到蛮王刮杀 然后这一把给我们展示了一下 蛮王脆弱的一面 然后同时我们也恭喜Kerryman 再一次击杀 以及拔掉一座防御塔 也是我们今天第一次 通过拆掉防御塔的方式获胜的 我们今天 因为第一轮12局 你可以看看有多少是通过拔塔赢下来的 因为在solo赛当中 拔塔是比较少见的 是吗 大多数还是杀两次 哦 我们那一次 我们那一个赛季 在选边环节的solo赛当中 大多数都是杀两次结束 这样的 嗯 挺好 反正今天对于狗熊来说 他既可以杀人 也可以拔塔 他都行 他想怎么玩怎么玩 你选择太多了 对 你的选择只有死路一条 太惨了 我先哭一会儿 嗯 我们先